塔普斯卡已在印度出生 家裡沒有自來水亦沒有電 現在他在美國工作 從事的領域是資深技術 他現在是美國中小IT雇主協會的主席 已經是美國公民的塔普斯卡已在IT公司普索工作15年 擔任公司移民專案經理 他僱用的人多數來自印度 不過他說僱用這批員工並不是最理想的做法 但他說並沒有那麼多有經驗的美國人去填補這些工作 全球試者公司向那些希望僱用外籍員工的美國公司 出售軟體並且提供法律服務 還協助美國公司將本公司的員工派到海外 白黑說技術短缺的原因是 在就業需要很高的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領域 接受教育或者培訓的美國人數量不夠 而且很多在美國受教育的外國學生並沒有留下美國工作 白黑希望在這些工作崗位流失到美國境外之前 川普總統的行政令將會增加H1B簽證的年度名額 這種事情已經發生在塔普斯卡爾身上 僱用他的公司給另一間公司收購 他說這間公司將他原本從事的具體工作外包到印度 他支持川普總統改革H1B簽證項目的計劃 希望這樣做會打擊濫用現象 他跟很多人都有著同樣的擔心 這就是改革之後只准許支付高薪的大企業可以獲得簽證 這樣就會排制了跟他合作的中小企業 今年美國移民部門的報告說 在4月份結束的秋簽期 當局收到近20萬份H1B簽證申請 而名額只有有8萬5千個 美國之音記者法拉包 芝加哥報導 現在美國之音記者法拉包 基本上有部分發 release 開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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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j